这个月开始戏指的新北市新巴士落实执行限载人数 座位19个人再加上站立6个人 也就是说只要车上载了25个人 就必须要标示客满不载载客了 现在已经时常有民众面临着搭不上车的状况 而下个星期就要开学了 情况就会更严重 针对没有公车的东市山坡地社区 F901行驶路线在上学的时候 是不是也改为区间行驶 也就是说载客下山之后再折返载客 在25号这点早上 公所方面也召开了一场路线调整的协调会 25号上午针对新北市新巴士F901路线 邀请了沿线几个里的里长召开了一场路线调整协调会 主要是因为自从这个月落实执行限载人数 也就是一般车只能在25个人之后 就不再让乘客上车 载的人数不多 尤其上班时间经常满载 赶着上班的人坐不到车之外 紧接着下个星期开学之后 再加上赶着上学的学生想必情况更严重 那为什么要调整这个路线就是说 因为近年来在那个东市宜兴有很多社区 他们一些上班族在尖峰时段 尤其是上班上课的时候 需求量近年来非常的多 那非常多的结果 因为我们刚好这个时间 季离开学已经快到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演绎 怎么调整公所规划草案就是在上班上学时间增加载运次数 也就是在很多人搭车的东市街社区这里 在民众下山有公车可以转乘之后 再绕回系定路石头宫才区间行驶 早上两班车不开回系指市区 那我们最主要目的就是调整两个班次 是从恒科篮球场一直直接就开到这个石头宫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让那个接波的一个量可能可以增加更大 那当然也疏解一下一些那个使用我们设计巴士的这些人潮 也就是早上6点35分以及7点05分两班车 从石头宫发车行驶到恒科篮球场来疏解学生以及上班族搭车需求 只是新北市新巴士现载之后很多人都搭不上车 有里长是提出了使用者付费 这样一来才能让真正有需求的人可以搭得到车 我就不要搭那个去搭公车 我就跟里面设计巴士 所以我们一些需要做的 我们这样的 尤其我们那一边有一些到山上运动 有事没事 他就是款车几没几 他就坐 他在岛在那边坐 让来让去 真正需要搭下来的都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使用者付费 这个可以排除掉一些 针对使用者付费在听取地方意见之后 交通局表示回去再演绎 这一场惠林细致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